《构图》一词来源于西方美术 在我国国画画论中叫做布局或者是经营位置 是视觉艺术中的常用术语 特别是在绘画、平面设计以及摄影中 摄影构图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取景 指的是对摄影画面结构的组织和经营 构图是把观者带入照片的途径 使观者保持注意力来读懂你所表达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基本的构图元素 理解和运用恰当的构图方法 可以更好地表达你要表达的内容 有效地强化影像 线条可以说是对构图最有影响的元素 它可以引导观者的视线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 艺术家们在研究透视时发现的 水平线条能够表现平稳和宁静 如果照片中有地平线 如像在风景照片中的地平线 那么它可能会进一步缓和人们的情绪 低的地平线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而高的地平线则会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 斜线的不稳定性能够使画面具有活力 可以用来表现动感力量和方向 垂直线条表示高度和力量 来增强画面的威严感和崇高感 曲线呢通常来表现高雅和优美 而汇聚的线条则能表现深度和空间 当然线条的情感内涵并不是固定的 当线条与主题及其他构图元素相结合时 才能够确立照片的整体氛围 简单的几何形状可以产生强烈的设计感 格士塔心理学中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原理 叫做臂包原理 我们用卡尼莎三角形来描述 图中只有三个含蝎形切槽的圆 但是我们眼中看到的却是一个三角形 我们常常在摄影中也能够看到这个原理的应用 比如构图的某个部分暗示了某种形状 而这种感知出来的形状又有助于构成影像的结构 也就是说隐含的形状可以强化构图 帮助观者感知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形状的大小 方向以及影调来有秩序的安排图像空间 线条和形状的反复会形成图案 重复的图案可以使画面更加具有趣味性 比如说在建筑摄影中 我们拍摄一些人群 当然还有一些树林的拍摄 都可以看到这种反复的一些图案 那在这幅立图中 我们看到的是摄影家霍斯特 1955年所拍摄的作品 重复的桌椅形成有趣的图案 产生视觉上的运营 室内镜物拍摄比较容易创作出有趣的图案和变化 摄影师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布置场景 在室外拍摄则无法重新排布景物 需要在机位焦段的选择 来把画面组织成有秩序的图案 光线是重要的构图元素 光线是重要的构图元素 或者是其他构图元素更有效的控制视线 由光线产生的投影具有抽象性和方向感 常常会作为构图的元素出现在画面当中 在拍摄投影时 需要注意投影的方向和拍摄角度 投影所指的方向很容易成为视觉的关注点 例如在这幅图中 夕阳下人物常常的投影能够引导观者 当投影遍布画面时 没有投影的部分很可能会成为画面最突出的部分 投影还能够引导画面的情绪 在构图时运用投影 可以成为营造画面氛围的有效手段 接下来提到的是刘白 刘白在中国画中极为常见 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水墨画 简练的几笔勾画出的虾、草 所占空间极少 画面中有大量的留白 却给人充实饱满的感觉 在摄影构图时 物体之间的空白部分也显得尤为重要 留白处往往是单一色调 空白处可以是雾气、天空、水面或者是其他景物 用留白可以更好地控制画面节奏与气氛 烘托意境 给人自然舒适的视觉感受 给观者带来想象的空间 留白的位置和面积大小要恰当 当我们拍摄有指向性的物体时 指向的方向应该流出足够的空间 例如图中拍摄的天鹅 向画面深处延伸的弧面 流出了一定的空白处 这样会较为符合人的视觉心理习惯 在这幅人像作品中 留白处能够扩充人物的视觉视线 使画面在视觉上达到平衡 留白的面积大小 根据需要表现的画面效果来定 大面积的留白通常用来表现空明 幽深的异景 而小面积的留白则能使画面透气 框景是构图中常见的一种方法 可以使本来凌乱的画面显得整齐 也可以将分散注意力的物体 排除在画面之外 利用画框可以给照片带来纵深和趣味 窗子 镜子 门 拱形物 都是非常好的设置框景的物体 通常与框内的景物 明暗反差较大 更特别注意新画框中景物的构图 路边的树木 树枝 也不是一种灵活画框的选择 平淡无奇的空旷的乡村风景 如果利用树木和树枝加上画框 可以增加画面的景深 给画面增色不少 画框有多种可能性 大家可以在实践中留心去寻找 那么大谈现感谢 并不是一个温度的 影响 和平衡 有数学说 那么大谈解 并不是一个温度的